未来5-10年内,楼市或将出现贬值潮,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 中国人热爱买房的特点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, 但近一年时间里,尽管相关部门实施了各式各样的鼓励买房政策, 但取得的效果仍旧不明显,这究其根本是因为房价下跌的太离谱, 在此时买房固然能节省一定的购房成本, 但由于房价变化是一种,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趋势, 因此入市后,那些刚买房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消费者, 会承担家庭资产缩水的风险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开发商手头建设的大量新房将难以销售出去。 炒房客和投资者名下的二手房, 由于没有房价内部配套设施,以及价格方面的优势, 有极大的可能会砸在自己手里。 就算近一年时间里,全国房子没有大降价, 我认为各地楼市也将出现贬值潮。 看完以下两点,你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。 第一,过去的房价太虚高。 凡事都有个度,任何东西的价格如果长时间处于高益状态, 在市场需达到饱和之后,基本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大减价。 房地产行业改革二十年来,各地房价一路飙升,上涨十几二十倍, 而社会平均工资的涨幅十分有限。 因为家庭要操控全部的家底,在承担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额贷款利息, 才能买到一套差强人意的房子。 现在我国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六。 农村地广人稀有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, 基本家家户顾都属于自己的宅基地。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的全面贯彻下, 有房一族有的住即使再能享受优惠也不想卖。 无房者中的一部分人积蓄完全不作,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,房子升值的可能性极低。 在有些人口流入量低的地区, 住宅基本连基本的保值都做不到。 第二,住宅数量供过于求, 二手房出现有业内人士根据现有数据进行了一个大致预估, 得出现阶段我国控制房总量已经超过1.21套的结论。 新房方面在国家三道红线政策的影响下, 广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相较之前减少了不止一新半点。 为了能促进回款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, 房企都走上了积极建设新房的道路, 毕竟人们的住房需求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。 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不能看出, 现阶段我国各类住宅的数量,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住房需求。 根据价值规律中需求多少影响价格高低的法则来看, 贬值潮会来的概率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。 其实反过来想想, 现如今我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此之快, 因此大家也没有必要矫枉过阵, 趁着当下能享受一定的优惠福利, 选一套自己也终于的房子, 也是好事一装。 行业出现两大变化, 共同证明楼市即将触底, 想买房的家庭要注意。 去年的现在我国房店行业罕见欲乐, 期间相关部门实行了五花八门的就是政策, 但取得的效果都不是明显, 时至今日, 全国一百个大中小城市的房价还没有真正的上涨, 这对各大楼市主题而言无疑都是一大打击, 此时的开发商整体收益率下降, 即使一套房子少买成千上万元, 机场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资金。 要知道在我国住房需求逐渐饱和的今天, 薄利未必能多销, 更何况广大消费者向来不愿意在房价下跌时购房, 厂房哥们名下的住宅数量不在少数, 这些房子在手头多囤积一天, 他们承担的贷款利息就多一分, 万一在此过程中房电税和房屋空置税开始征收, 他们还得为此负担更多的释放成分。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购房者而言, 虽然此时能以更低的成分买到各方面条件更好的房子, 但要承担的家庭资产缩失败风险实在过大, 故此时自己的争当权益急于受损。 另外近些日子, 楼市出现了以下两大变化, 这些无疑不再说明, 第四季度我国的行业发展即将触底, 想买房的家庭尤其要注意, 来一起看看。 第一,提前还房贷或将受到处罚。 今年8月初, 交通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, 提前偿还房贷要收取1%的付偿金, 并明确公告自11月1号起正式实行, 虽然没过多久, 该银行就删除了公告, 但从这一鲁莽行为中, 我们不难看出, 当下不少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, 也罕见的呈滑铁炉市直见下降, 这究其根拔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, 人们宁愿把钱握在手里, 也不想贷款买房。 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中国人民存款数据中, 大家也能看到这一点, 以及一些失去固定经济来源的人, 一时间找不到工作, 被迫走上了弃房断贷的道路。 这提醒大家, 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搬事, 当前对提前还贷个人利益会遭受进一步损害类似的事情, 也不要过于担心。 相关部门, 一定会维护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, 不过保险起见, 买房钱还是要谨慎考虑自己的贷款年限。 第二, 房价持续性下跌。 房价变化向来是一种趋势, 近一年时间内全国房价普降, 意味着未来的房价还是有极大的可能会一降再降。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, 本着自住目的的刚需是可以买房的。 如果你还想通过存房, 然后再将其递买高卖赚取差价, 还是要谨慎行事。 当然我们也不必矫枉过正, 再怎么说, 房价行业都受过经济发展的支柱, 因此无论何时, 房价都不会脱离时机的大跌, 否则成百上千的衍生行业都会受到一定不良影响。 江英政府也没有那么多的税收, 这样一来相关部门便缺乏经济底气, 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足够多的物质生产资料。 有钱人逆想而行开始买房了, 为何房价还是涨不起来? 这三点是原因。 近一年时间里, 我国楼市预冷的状况肉眼可见, 在全国房子大降价的今天, 人们的买房热情不审高涨, 在外人看来, 此时买房能节省一定成本, 可以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, 买到各方面条件更好住宅等优势, 从某些方面来说, 无疑是站着说话不要疼, 因为房价变化将来是一种趋势, 因此在房价下跌时买房, 可能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贪了小便宜而高兴, 房价相较买房时就又降低了一线, 此时那些刚买了房的新业主, 就要承担家庭资产缩水的经济压力, 以及继续按照原先贷款合同上, 约定金额还款的新与负担, 简直不要太惨。 反观那些有钱人, 受房价下跌的负面影响, 相较之下就没有那么大了, 这除了有他们自己资产充裕的原因外, 跟这些人因为生三胎等原因, 有了改善性住房需求, 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 当前全国各地豪宅的成交量, 出乎意料得多, 既然大量的资金已经流入了龙市, 为何房价还是没有回温呢? 看完以下三点, 你就懂其中的原因了。 第一,不能一高二论, 豪宅不等同于全部住宅, 事实上能花几千万买一栋豪宅的家庭, 整体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, 要想促进房价进一步回温, 离不开普通家庭的努力。 但现在明显, 我国空置房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.2一套, 各大开发商为了促进回款, 还在拼命建设新房, 给这些住宅找到出路, 但是当前行业应该着重关心的问题。 如果有一天, 社会住房房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分配, 楼市升温才能变成清理之中的事情。 第二,数据造假现象很普遍, 数据造假在房店行业已经成为了一种, 人尽皆知的事情。 尤其是近一年时间里, 在楼市全面遇冷的情况下, 人们买房的热情本来就不高。 如果成交数据在屡创新低, 那广大消费者入市的信心和决心将进一步降低。 这还只是一方面原因, 事实上很多业内专业人士在对各项数据进行解读时, 往往都报喜不报忧, 总是将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。 很多时候只跟上月数据相比较, 不与同年的成交量做对比。 很多之前对楼市就没有多加注意的人, 竟然没有用心留意这一点。 第三,老百姓的购房观念改变。 据相关数据表明, 近一年时间里, 我国居民的存款总金额呈现的是上涨趋势, 贷款金额则创下的历史低谷。 房子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没有改变, 发生变化最大的看来只有老百姓的购房观念。 一方面, 疫情仍旧存在, 手里有点小钱的人, 因为害怕自己的权益受损, 所以选择将存款握在手里, 不敢轻举妄动, 更不敢随便入手房子这样的大件。 另一方面, 在三道红线政策影响下, 各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受阻。 与此同时, 市面上烂尾楼的数量有所增加, 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房子的预期, 让一来住宅的成交量自然上不去。